陈情令之必尘不必尘 第二十集 魏无献小之一情 蓝湛 我知道你闻才好 可是我们来这里不是收鲜花的 使花女不出来 我们怎么能告诉她阴铁的危害 若是被温朝他们强去豪夺了去 还不知道又有多少无辜之人遭殃 以温室赶尽杀绝的行事作风 这座花园都极有可能沦为一片废墟 魏无献亲着蓝湛的大手 缓步走到一株繁花似锦的牡丹旁边 若是他们的推断没错 银铁碎片就在花根下面 石姑娘 我知道你听得到 你喜欢吟诗作父的风雅之事 可是 你要知道 温室用铁试炼傀儡 已经有无数人因此丢了性命 若是让温室得到更多的银铁 只会是一场生灵涂炭 试问 人人自危 朝不保夕的时候 谁还会有心情拂庸风雅 石姑娘 我魏无献在此历史 拿到银铁碎片 就将它交给姑孙兰氏 永振寒谈 不让它有机会危害人间 石姑娘 你若是同意 就点点头 魏无献话音刚落 她面前一朵半开的牡丹花 还真的上下点了两下 在魏无献大喜过望的目光中 一片娇嫩的花瓣翩然而落 在蓝湛脚边的位置稳稳停下 不用问 银铁碎片一定在这里 多谢 蓝湛后退一步 终归终矩第一手攻身行李 好几朵花儿一起摇曳 似乎是在环里 蓝湛 银铁埋在下面 我们没带工具 怎么挖 魏无献蹲下身子 直接用小爪子挠了两下 谁知道脚下的泥土异常坚硬 她的两只小猪蹄子 根本就无从下手 我来 随着一声剑银 一道如寒冰般 轻盈剔透的修长剑锋 出现在魏无献眼前 是碧尘 这把仙剑 在仙门百家当中 可是赫赫有名 剑饼是古法炼制的纯银锻造 剑身极薄 散发着彻骨的寒气 看似清零飘逸 实则削铁如泥 这样的一把上瓶宝剑 用来挖土 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 在魏无献诧异的目光当中 蓝湛未避免伤到花根 用碧尘的剑尖这里戳戳 那里刨刨 不一会的功夫 就叫起一块四四方方的青石 下面赫然就是 他们要找的阴铁碎片 将一切恢复原样 二人再三行礼之后 这才踏上归城 直到回到客栈 坐在床踏上 魏无献还没有从来二公子 用碧尘刨土的震惊中 回过神来 怎么了 蓝湛将封印好的阴铁 装进乾坤袋 看着床踏边神思恍惚的人 勾唇一笑 蓝湛 你居然用碧尘刨土 这 这也太随便了吧 我的随便跟着我 最多也就切个西瓜啥的 上次 我用随便烤鱼 被于夫人看到 皮特盖里骂了我一顿 说 我的随便有灵 不能如此轻慢 于夫人 说得对 蓝湛找来一个花瓶 将带回来的鲜花 用清水养着 听魏无献说随便有灵 心下一动 用随便烤鱼 亏你做得出来 以前觉得 于夫人动辄就要罚你跪词堂 实在是有些小题大做 如今想来 每个脾气暴躁的家长背后 都有一个功不可没的熊孩子 小家伙 你可知道随便是这世间最有情有义的一把上瓶宝剑 此剑有灵 除了魏无献 他拒绝让任何人使用 主人不在身边 他就自动封建 蓝湛 你睡里面 还是外面 夜已过半 魏无献开始哈欠连天 瞅了瞅床上的两个枕头 决定让蓝湛先选 毕竟 他好凑合 若是蓝湛实在是不习惯与别人同他而眠 他打地铺也不是问题 你睡里面 蓝湛关好窗子 又检查了一下房门之后 这才缓步躲到床边 蓝湛 丑话说在前面 我这人 睡相可能不大好 你做好心理准备 若是被我扰得睡不着 你就直接把我丢地上就行 我睡眠质量超好 绝对醒不了 魏无献从善如流 手脚麻利地脱去鞋袜和外袍 一个飞身上探 双手交叠在胸口 躺成一个安分守己的姿势 无妨 蓝湛坐在床边 沉默了一会儿 缓缓吐出两个字 在魏无献看不到的地方 那双颜色浅淡宛若流离的模子里 光芒暗蓝 随即又恢复了一贯 波澜不惊的样子 眼前的小金珠 终究还不是那个 对自己用情至深 百分百依赖的人 那个人 尝尽了心酸苦楚 历经了生离死别 而眼前人 还是那个仙衣怒骂 撩人而不自知的少年郎 蓝湛 有没有人告诉你 你的睡相好不好 没有 蓝湛将二人的衣服 挂在架子上 这才贴着床边躺下 优优独播剧场——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